湖北荆州一個巨型關公像更日被測除 建造和測射費用超過3億元人民幣 中紀委形容是教訓深刻 測射轉移工作已經啟動 關公雕像的頭部已經被測下來 雕像位於荆州關公議員 2014年攜之1億7千萬元人民幣建造 高57.3米重超過5千噸 當局說雕像破壞了古城風貌 被測令整改 而測射費用也超過1億5千萬 吊像之後會搬去荆州區點像台 中紀委則發文說中共中央多次重申 嚴禁搞營像工程 但仍然有地方耗費巨資搞噱頭 要求各地黨員要吸取教訓 另外央視報導除了湖北之外 多個地方都用巨額盲目興建景點的情況